今天吃什么 咱们来做鲜鱼水饺 这鱼饺子就是鱼肉做馅儿 包的这个饺子 很多人都觉得这饺子太好吃了 到饭店都喜欢吃这饺子 可是自己要做的话呢 就做不好 这里边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主要就是水和油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个葱姜花椒水 把葱姜都切成丝 花椒呢事先用温水给它泡上20分钟 先洗一下 然后温水泡20分钟以后 您就把这个葱姜切成丝 给它放在这个花椒水里边 然后呢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抓一下 这样呢让这个葱姜里边的这个味道 释放到花椒水里边去 您如果是有比较新鲜的葱 像我这是自己家院子种的 那是最好的了 没有呢就是普通的 您买了葱就可以给它抓一下 您觉得这个汁水开始发黏 这就可以了 或者呢您抓拌之后呢 再给它泡10分钟15分钟再用也可以 这葱姜花椒水呢是非常好的 这去腥提鲜的这种调料 尤其对于这个鱼饺子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这鱼饺子呢它这个鱼馅是非常的白嫩 您如果把葱姜放到里边呢就不好看了 放上葱姜花椒水又能去腥提鲜 而且呢还非常的美观 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开始准备这个鱼 我今天呢用的是太平洋野生的这种偏口 或者叫做鸦片 中国呢一般都是用霸鱼 原因呢就是这个霸鱼是比较经济的这种鱼种 刺也少好处理 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用这种新鲜的 更高档的鱼也可以 原则上呢任何的鱼 一般来说不会用淡水鱼 任何的海水鱼您做这个鱼饺子都是可以的 如果用这个鱼啊像这样的来做 当然味道就更好了 那个油脂更丰富更香 一般来说中国都是用霸鱼 那么我们的做法呢 先把这个鱼给它切片 然后再切丝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您说我直接剁不就完了吗 当然是可以 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鱼馅里边的这个鱼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口感 如果您给它切成这种小丁丁呢 您吃的时候呢 您还可以吃到这个鱼肉的这种质感 一会儿我们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会把80%的这种鱼肉呢 给它切成小丁丁 剩下的20%呢我们给它做成鱼容 这样呢给它搅拌在一起 您这个鱼馅吃到嘴里呢 既有这种柔软Q弹那种绵密的口感 同时呢里边还有这个鱼肉的这种颗粒 口感就更丰富 非常好吃 这鱼肉的处理方法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之外呢 当然您也可以把它这个直接切了之后 直接剁也可以 另外呢像这个霸鱼呢 还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用刀或者用勺子 把这个肉给它刮下来 同时呢可以捡一捡有没有刺 您看如果说是这个比较新鲜的鱼 像我们今天这个鱼呢 就是非常新鲜的 都没有冷冻过的这种新鲜的鱼 如果用刮肉的方式呢 它就没有那么好操作 霸鱼就很容易用这种刮的方式来操作 根据您的情况 您选择的鱼种 一般都是用海水鱼来做 这个鱼饺子呢 在中国的这个烟台啊青岛啊大连呢 非常流行 人们都非常喜欢吃 也非常好吃 很受欢迎 您如果自己在家里能做一下呢 当然就不用去饭店吃了 您自己做的 自己来享受一下也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用刮的防水来处理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馅料的这个准备方面 除了鱼刚才我们还准备的葱姜花椒水之外呢 传统的做法还会加入猪的肥标肉 或者说加入猪油 那个做法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鱼馅的味道更丰富更香 您只要是有猪油 这个就会比较香一点 但是呢 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猪油不健康啊 您不加也可以 或者说您不用肥边肉 您放一点这个猪油 或者说用猪油和素油混合都可以 根据您的情况 如果觉得这个家猪油啊自己不喜欢 那您不加也没关系 您就用素油都可以 我们把这个大部分啊 大概80%左右的这个鱼肉呢 给它稍微剁一剁 就可以让它里边还保持这个颗粒感 然后剩下的这小部分 我们给它继续斩成鱼绒 如果您要放这个猪板油 或者猪的肥标肉的话呢 您就把它切碎和这个小部分的这个 剩下的那20%的那个鱼绒一起剁 或者分开剁都可以把它剁成 跟这个鱼绒一样 这种啊 这种啊 肉糜状 这个猪肥边肉呢 您就不要让它有颗粒感了 这个呢 您要如果说是在这个馅里 有这个肥边肉的这个颗粒吃了就不好 口感就不好吃一嘴肥油 您这就不好吃 一定把它剁成啊 鱼绒 馅儿准备好之后 我们开始啊 好 先加入胡椒粉和盐 您这个鱼馅里加入盐之后呢 您再一搅拌 这个鱼馅它就会上筋 然后呢 开始往里边打我们的葱姜花椒水 一斤鱼肉 最多可以打到一斤二两水 包括葱姜花椒水 我们除了葱姜花椒水之外 其他的您就打清水就可以了 这个呢 水量是非常多的 比我们做这个 葱姜里包子 水打馅儿 那个水还要多 那个是一斤肉八两水 您这个一斤鱼肉 您可以加到一斤二两水 根据您的情况 您加这么多也可以 您不用加那么多 加少一点也可以 您加的这个水越多 那么这个口感呢 越软嫩 加的少一点呢 它会这个稍微口感紧实一点 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掌握 这水加进去之后 您把它搅打之后 它会很快的吸收这个水分 然后呢 这个馅儿变得粘稠 就抱成团了 这就说明 您这个水分都打进去了 再继续往里加 记住 打水的这个技巧 都是一样的 少量的 多次的往里面加 不要一次加太多 一次加太多 您这个馅儿又卸了 就打不进去了 每次加水都是一样 搅拌 水分吸收 然后馅儿变得粘稠 再加 下一次的水 不要急着一次加很多 您用筷子搅拌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这儿使不上劲 人就用 两三双筷子 一把筷子一起打 或者呢 您直接用手来打也可以 或者说您戴个手套 手干净下手 自己自己用 直接用手打也非常好 用手呢 这个 我觉得更方便 水打好之后 就开始往里边 要加入油 一斤鱼肉 要加一两左右的油 油的多少 您也可以稍微调整 油越多 越滑 当然呢 您可能觉得油多不健康 所以您就掌握在一斤肉 一两油上下 您用素油 也可以 用猪油也可以 酥油和猪油混合也可以 但是量就是这么多 也一样是分次 这个少量的打入 边加油边搅拌 边打这个馅 什么时候打好的呢 你拿一碗水 拿一点馅放到水里 这馅飘在水上 像个小丸子飘在水里一样 飘在水面上 不沉底 这个就好了 打好了之后 我们最后再加入香油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 还不能马上用 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 给它冷藏 二十分钟到半小时 然后 才能够去包 趁它冷藏的时间 我们能开始 和面 用普通的中筋粉就可以 我们给它 和成一个 这个中等偏硬一点的面团 不要太软 太软的话呢 您不好操作 这个皮呢 也容易破 破面的时候 稍微加一点盐 这个饺子皮呢 更筋道 您看 您看 我们这个 馅冷藏好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种膏状的 这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包之前 还要 准备最后的东西 就是这个韭菜 除了葱姜花椒水之外 这个韭菜 也是 趋心 提鲜的 这个 这个重要的因素 这个韭菜量呢 也不要太多 一斤 这个鱼肉 您一两左右的韭菜 就足够了 不要加多 多了之后呢 就是喧宾多煮 您这个鱼馅 就没有突出 那个鱼肉的香味 韭菜呢 切成末 如果说是 有这些人可能 不能吃韭菜 不喜欢吃 就像我家小朋友 他不吃韭菜 那就没办法 如果能接受 您可以少放一点 不用放太多 实在不能放 您就不放 那这口味呢 准备为差一点 您这个韭菜 要最后 就是在包之前 再拌到馅里边去 当然呢 您可以放在 这个馅的上面 随包随脸 就是说您包的时候 再把它一起 扒到您的馅里去 也可以 原因是说呢 您馅里边有盐 您放的太早呢 这个韭菜它会出水 就影响您这个馅儿的 这个打入这个水的比例 这个馅儿就卸了 鱼饺子包法跟普通的饺子 没什么差别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像这个山东啊 这个大连呢 这些地方 流行的这种鱼饺子包法呢 都是个儿相对来说大一些 比普通饺子 个儿要大 皮很薄 馅儿很多 您自己在家做呢 根据您的个人的喜好 您愿意包大点 就包大点 愿意包小一点 包小一点 包的越大 当然就越简单了 可是包大呢 太大了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煮的时候 太容易破 这个鱼饺子是很好煮 很好熟的 只不过是就是个儿太大了 您这个煮的时候呢 它是皮容易破 您自己根据情况 包就可以了 煮是很好煮的 这个因为里边水分很多 皮也包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尝尝吧